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样来进行操作 Ctrl D复制 用手动的方式来制作 统一 角度 Shift 加 D 上半部分的灯光我们一次性的选中 对它进行群组 对它进行群组复制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对当前的环境球呢 去贴一张贴图 在上面按鼠标的右键 Assign new material 添加一个兰博特材质 并且为它的颜色属性上 去贴上一张我们准备好的环境图 好 找到这张图片 我们发现当前的方向出现了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呢 去找到它的二维坐标纹理 对它的角度做一定的旋转 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们当前的这个灯光呢 是无法穿透球体的 所以说我需要对它做下一步的设置 选中之后 对它的RenderState 首先第一项产生投影关闭 接受投影也要关闭 那么还有一项呢 是它的一个渲染的开关 是否被渲染出来也是关闭的 好 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我们当前的 场景这样呢 进行一个全聚光的一个设置了 好 我们现在试着渲染一下 当前的强度非常的高 那么我们需要整体对当前的灯光呢 做调整 选择所有的灯光 show light 如果你一个一个去选择的话 非常的麻烦 我们应该呢 我们应该呢 使用 按照控制 找到 shape cable 那么对它的强度 全部的选中 按住shift 不松 那么调整它的强度为 点1 好 这个时候呢 再来看一下整体效果 按4键 给它一个合选 给它一个合适的角度 使用深度贴图阴影 让整个的光影来的更加真实 把它设置为1 整体进行调整 好 再一次呢 进行渲染 这样的快速得到一个 比较柔和的室外场景的效果 那么它通常呢 是画龙点睛的作用 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还是要靠你不断的去研究灯光的一个 设置方式 这个只能是说 一下子让场景亮起来 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好 这是手动的 用Nervous球体 以及配合灯光呢 来做全球光的效果 那更多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用插件的方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 有我准备好的一个 灯光的插件 也就是 经常会使用的GI GOE 那么调整它的一个位置 首先对它进行安装 把这两个文件呢 进行选中 把它复制在当前的版本 2011当中的script下面 进行粘贴 然后还有一个图标文件 把它进行选中 复制到当前版本 复制到当前版本当中的incon 进行粘贴 OK 接下来呢 我们要调整一下 当前script下面的这个 它的一个内容 我们使用记事本打开 在这里面要设定 当前的一个light文件的 具体的位置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调整 看到这一行 这一行的位置 把它进行调整 选中Ctrl C 当前的路径 把它设置为自身的 安装的一个路径 一个位置 注意把这个斜杠呢 变成反斜杠 最后呢不要忘记保存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全局灯光的一个插件的安装 然后我们重新的启动玛雅 启动完毕之后呢 我们在Mile脚本输入框当中 去输入当前插件的名称 注意大小写 按分号结尾 按Ctrl加Enter 来执行当前的命令 这样的弹出的 弹出的是这个GIGOE的一个面板 然后我们可以调整 它的灯光类型 是一个涂光灯 还是平行光 它的灯光的数量是多少 好 没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GoCreate 创建当前的灯光 好 这样的话呢 全局灯光呢 就已经创建完毕了 那么下次 我如果还想再调用当前的插件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 我们只需要执行一个Mile脚本就可以了 把当前的这个Mile脚本呢 当前这个命令呢 去放在我们的自定义工具架上面 选中之后按鼠标中键不松 放上去松开 好 那么 比如说我还想再去调用这样的一个插件 只需要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好 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全聚光的效果 那么我可以对天光 天空的颜色 整体灯光的强度 它是否还有高光 这些一系列的属性做具体的调整 得到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效果 整体让你的场景变亮 还是那样的一句话 还是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 它并不能带领你的对灯光的一些设置 只能是帮助你很快速的把场景照亮 好 那这是关于全聚光的一些创建方法 好了 当前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